大家好 以上这几天是神愈言 昨天我发视频说 搞电炸害死自己连累家人 刚好新闻又报道出来 西港昨天又挂了一个盘种 这个盘种是很大的盘种 可能国内的小伙伴不知道盘种是什么 盘种就是做电炸诈骗的老板 我们称之为盘口的盘种 挺知道叫盘种 前天就挂了 这个盘 这个老板是个做海外印度盘的盘种 听说做的挺大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挂了 现在还没有下一步的消息 再加上前几天 我不是说鲜洋柬埔寨里游吗 我就说柬埔寨寺庙 2020年的时候 还有80个遗体之类的 不能魂归故里 我话说多了 造成不好的影响 哪至第二天媒体就报道了 现在增加了100多 私盲为患 所以说这几天我是神预言 这个乌鸦嘴 不好的事就偏偏都说中了 自从潜在电车人员回国的视频一发出来 大家是口注笔伐 一脚同身 对这种搞电车的生物痛绝 潜在他的同时 比说谈到我的看法 我觉得潜在那些盘种 问题不大 没有错 但是那些电车人员 有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客观原因 你说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可能很多人不认同我的说法 我就打一个比喻来说 就让我们家里有个亲戚 三十多岁了 在国内是一无所有 也没有买不起房 也买不起车 也找不到老婆 也没有学历 没有文化 他就上班打罗斯也就是五六千一个月 你说一个人吃吃用用 根本就剩不下钱 你说几百万的房 你说怎么去买 再加上我们江西那边找老婆 现在到了六十多万了 你说他这个人生怎么过了 是不是 一旦他到海外 遇到了这种机会的话 你说他能不干吗 是不是 所以说有些客观原因 大家我们还是要理解一下 虽然你们大家说 做什么也不要去做那个 为什么要搞电炸呢 这个是说的没错 但是人性都是贪婪的 对不对 谁都想多赚一点钱 对不对 以前的三字经都说是 人质从心本身 为什么现在都改了呢 因为人性天生 他就是贪婪的 是因为输了法律 社会道德各方面的约束 他才不去做坏事 是不是 但是一到了这个自由环境 比较好的情况下 你说他能不去做坏事吗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换位思考 要理解一下 有的人 有的普通的电查员员 虽然做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很多环境呢 有时候还是要谅解谅解他们的 我觉得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最贵货手 不在于他们 最有盘种 最大的最贵货手在哪里呢 我就不说了 我就想问一问大家 柬埔寨给我们是友好国家 越南说来还是并不算是有很 对中国并不是很友好的国家 为什么在柬埔寨 没有说这些盘种被挂了 今天三天两天被暴头啊 寺庙里还有一百多个尸体什么 回不了国啊 不存在这些现象的 大家没想这个问题啊 好 点刀剂子吧 大家自己慢慢想吧 所以有的看问题要看全面 大家可以对各个地方的地史 可以了解一下 你就知道 这深层的原因出在哪里了 所以说谴责这些普通 这个电子饭的同时 还要应该谴责这些什么东西 大家自己用脑想一想吧 好 今天李宿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